你是我的荣耀范外十一,于途,我成了没人妖的小可怜了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乔晶晶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很是无聊,不如来剧游戏吧。 自从开始准备结婚的事情之后,他就没有碰过游戏,反正身边也没有于途,就让游戏陪他打发时间吧。 他打开了游戏,开始玩了起来,然而玩了几局之后,自己那位最亲爱的闺蜜约着自己打牌位,他就和他开了几局黑。 晶晶,你这不对劲啊,现在不应该是蜜月期,你和你嫁瑜老师不应该是你浓我浓的状态吗?怎么跑上来打游戏呢? 他临时出差了,我就回家了,结果我爸妈和于途爸妈凑在一起打牌呢,也没有人理我,我就只好打游戏了。 乔晶晶解释道,我说呢,你听听你这语气,完全是深归冤妇的味道啊。 语音那头的人忍不住调侃起乔晶晶来,哼,还说好闺蜜呢,我现在从你的语气中听出了幸灾乐祸的味道。 小心你刚拍的剧火不了,乔晶晶忍不住对起了自己的闺蜜,谁让她一个劲儿地说自己呢? 行吧行吧,我们好好打游戏,闺蜜也知道见好就收,不然乔晶晶很有可能恼羞成怒不带她打游戏了。 两人又玩了几局之后,乔晶晶觉得没什么意思,我不玩了,我要下去看看我的爸妈们了。 乔晶晶走到楼下,爸妈们的牌局刚刚散了,四个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呢。 你说,于途也真是就这样放下晶晶一个人出差了,于妈妈忍不住抱怨起于途来,都结婚了,在工作上还是这么拼命。 行啊,我们也能理解,都是为了国家,乔爸爸附和着,晶晶,你过来,乔爸爸对乔晶晶挥了挥手。 怎么了,乔晶晶一溜小跑站在了四位家长面前。 晶晶啊,我们四个商量好了,我们打算自驾游去,趁着你和于途这边也没有什么事情,本来是想着等你们度完蜜月告诉你们的。 你们这突发情况,我们现在才告诉你,乔爸爸语重心长地跟乔晶晶说着。 所以,乔晶晶一脸疑惑地看着自家老爸,我们已经订好了后天出发,到时候你要一个人在家了,你确定不回上海吗? 乔爸爸解释着,弄了半天,原来他们是这个意思啊,看来自己是回来的时机不太对啊。 乔妈妈看乔晶晶的脸色不太对,连忙补救。 亲家,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推迟一些,等晶晶回去工作了再去吧。 乔妈妈接到乔妈妈的眼神,也跟着复合。 老乔,闺女还不容易回来了,你怎么还能往外连呢? 我刚想跟你们说呢,我后天上午也要回上海,林姐那边给我安排了工作,乔晶晶对着大家眨了眨眼睛,所以,你们开心地去玩吧,你们这次出去的花费我包了。 对于家人,乔晶晶一向是大方,好,那我下厨给你做点好吃的去,好好补补。 我感觉我闺女去度了个蜜月瘦了一点呢,乔爸爸兴高采烈地去做饭了,于爸爸也跟着进了厨房。 乔晶晶则是坐在沙发上和两个妈妈聊天,时不时还注意着手机,看看于途有没有给自己发消息。 他看着厨房里忙碌的身影,深有感触,他给于途发了条消息,看来,咱们家男人进厨房是传统。 于途很快就给他回复了,我刚刚拿到手机,就看到你的消息了,好好在家待着,爸妈已经跟我说他们要去自驾游了,你要一个人在家了吗? 对啊,我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小可怜,乔晶晶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丝委屈,那我努力早点回去,然后给你做好吃的。 于途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,他们的新婚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 好了,我不欺负你了,灵姐给我安排了工作,我后天一早就回上海,你不用担心我,好好工作就好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